是一個無線基地台 但是是到處的可以遊走 他也算是在打仗的時候 一個中繼戰 傳輸戰的概念對不對 所以Aquila的概念 其實介自於美軍 當年曾經試了在U2上面 也就是它U2原來是高空偵察機 這台機器 飛機 這個飛機 它在上面 它的頭上裝了一個 額外的加載裝置 你看到這個設備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協助 在整個戰區 把所有的止管通勤系統 通通透過這個 高空基地台的概念 把所有的資料都能夠連得上 在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早在2002年的時候 他們就試著用U2 來做過一件事情 因為一般來講 在這種止管通勤系統裡面 能夠傳輸的資料量 其實沒有那麼有限 也沒有那麼多 因為第一個你要考慮到保密 第二個你要考慮到 把所有戰區的系統 統統建立起來之後 傳輸量很受限 所以當時他們做的是 用F-22傳遞資訊到U2上面 然後到U2上面 再傳遞到武器發射單位 成功的改變了一個 艦載飛彈的射擊路徑 所以其實他接下來是希望 能夠構成一個體系就是 美軍的第四代飛機 第四代載具 或者包含了第五代載具 能夠彼此通連 這裡面用的是一個叫做L16的一個 通訊 protocol跟硬體 通訊協定跟硬體 台灣也有買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看到美軍在U2上 加裝這個系統的概念就是 未來的它的戰爭裡面 所有的飛機 F-22 無人機 F-18 陰眼預警機 全部可以透過高空的無線Wi-Fi 可以高速的連接在一起 而且可以增加60 80 所有的載具都互相通連 甚至講得清楚一點 就是你甚至可以在上面重新打卡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原先是一個 等等 你如果原先是一個隱形戰機 你打卡會被人家發現 所以他們可能要控制 封閉的通訊系統 不可以隨便對外通連 不然你想想看 以前有很多情報外洩 就是美國大兵在那邊想說 親愛的我又移動到坦達哈了 結果你原先是機密 就被人家發現了 所以現在這整套系統 正在做更進一步的測試 將會有一天 光是在整個戰區 美軍的指管通行系統 裡面可以做大量高速的 安全的資訊傳遞 會有更多的戰力